字太小,記得工具的選項,撰寫風格,記得把它改一下,原來好像9號字,真的太小了 這看起來真的我覺得,看起來眼睛都受不了了 OK,所以記得工具選項這邊改一下,至少改個12號字吧,看起來應該會比較OK,或者更大一點點 因為你們現在可能還年輕吧,對眼睛應該現在還沒什麼感覺 以後年紀大了,像我現在有點老花,太近的東西都看不太清楚 再來的話,我們要做另外,這兩個,就是成績多重輸出到這邊,成績多重到這邊 那怎麼做,特別是一,我們先做成績多重公式,輸出變ABCD,但是是丟公式到這個儲存格 這個怎麼做,一,當然如果前面有寫過的東西,你可以不用重寫,你可以拿什麼,拿上面這個公式複製就好了 複製到底下,然後多加兩個字,叫成績多重函數,多重公式 而且其實蠻多地方都一樣,你改一個地方就可以,改哪裡呢? 改這個裡面的雙引號,把這個公式,放一個新的公式進來 原則也是兩個,一樣,一,先確定一下你的公式來源在哪裡,在這裡 OK,這一段,然後把這一段公式複製,貼到哪裡呢?貼到這個裡面就可以了 OK,也就是說把這個地方把它轉移到這裡,就OK了 但是要記得兩個原則,不過同學常常會忘記,第一個 只要有雙引號,要變成兩個雙引號,一個變兩個 第二個的話呢,裡面的列號,有沒有,列號就從2 列號把它改成I,裡面有三個,所以你要改三個I,就大功告成 所以以後啦,不管任何的地方,都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做,都絕對沒有問題 所以你會發現,把以前的函數,公式轉換成VBA,其實真的並不困難 OK,他的好處就是,你以後可以把很多事情串在VBA,一次就全部完成,公式都不用打了 OK,所以這個結合,我覺得這個方法應該是,而且這個也是我自己想出來的方法 這個也不是從哪一本書裡面參考到的,因為我想哪個方法最簡單 我想到目前來說,這個方法應該是,想到最簡單的方法,你只要一個回圈,加上一個輸出,就可以完成了 OK,當然你們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坊間的VBA書籍,絕對沒有講的這麼簡單的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去看這方面書籍,有的請舉一下手 算了,當我沒講,好,跳過 不是啦,如果你真的要有心好好學習的話,可以稍微翻一下程式相關書籍 你就知道我講的有多簡單 OK,因為其實我也是,從非本科系的人去切入到程式設計 那我剛開始切入的時候是真的是披心斬擊,因為一個非本科系的人去瞭解程式設計 那有點像什麼呢,這個 這個這個真的是,我不知道該怎麼形容,因為剛開始真的看,看半年最後發現,其實真的不用寫太複雜 這樣就OK了,那我做一次看,一把這個公式複製,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那個我們的記事本裡面,跟剛剛一樣,把它貼上 做什麼,編輯取代嘛,一個變兩個取代一下 那把這一串呢,複製,再貼回到哪裡呢,貼回到這邊 把一個2改成i,做法的話,兩個雙頁號移到中間,and兩個移到中間,加一個i就可以了 然後and的前後加空白,那因為要做三次啦 所以我是建議啦,你這個這邊,這一個跟這一個,是做法一樣啦 所以其實你不用傻傻再重複做,比較聰明的辦法是複製,把這個2給蓋掉就可以了 記得就是前後一定雙頁號,貼到這邊來,前後一定是雙頁號 這樣子就大功告成了,那我們來run一下,看會不會OK 所以做完之後的話呢,再來做成績多重的這個輸出到這邊 看一下是不是ABCD,沒有錯,跟旁邊一模一樣,清除 好,那一樣呢,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把這個,改成輸出不是公式 像這邊現在輸出一定是公式,裡面看不到公式 那如果我不要看公式,我要最後的結果的話,其實呢,一樣 你可以在下面enter,拿上面這個來改就可以了,成績什麼 多一個多重,把這兩個字拿來,好,複製過來,你看 成績多重,那就不是公式 可是問題這邊是什麼,合格不合格兩個 那ABCD有四個,怎麼改 首先跟各位講,邏輯跟剛剛那個有點像 第一個,大於等於60,把它改成什麼 80 那理論上呢,80應該輸出什麼 A,那不合格的話呢 D,對不對 所以B跟C,就放在這個中間 那怎麼放很簡單,Enter它 把上面A的部分呢,這個是判斷嘛 有點像一個閘門 這個閘門是A,多一個閘門給它就對了 OK,這個閘門就是B,那怎麼不懂 很簡單,把這兩行複製 一個閘門一個輸出嘛 然後呢,你就把它貼到哪裡,貼到這裡 然後改什麼 70 改成B 不過,特別說 有個地方要注意一下 一個邏輯判斷裡面 不能有兩個一幅 就是說呢 這個天空上不能有兩個太陽一樣 只能有一個 所以第二個怎麼辦 第二個就是 請你在第二個前面加一個什麼 AOS一幅 OK,這樣就OK了 所以這個是首先 首先只有一個 你不能再來還是首先 每個都首先 這個就其次嘛 再來就其次其次 這個有點像除此之外 就像寫那個論說文一樣 首先 再來其次 再其次 再其次 再來就一樣 B的話怎麼寫 一樣嘛 把這個Ctrl C 然後把它Enter過 然後一樣到前面去貼上 然後底下都AOS一幅 這個不用動了 那這邊把它改成60 這邊把它改成C 這樣的話呢 程式就大功告成了 OK 主要應該可以理解吧 所以其實這個邏輯我覺得不難寫 但是卻非常重要 為什麼以後的話 你不希望你自己去做判斷 你希望讓電腦幫你判斷的話 你就可以寫成這樣 就大功告成 那我們來執行一下 一樣我先把它做清楚 裡面這邊把它清掉 裡面都沒有了 然後利用這邊 執行 這個公式執行一下 然後就A 你會嗎 裡面就不是公式了 結果也會是一模一樣的 最後的話呢 請各位再做出 那個兩個按鈕 五個按鈕 然後這邊的話就輸出 這個的話輸出公式 這個的話就輸出結果 OK 來 畫面再還給各位試一下 那 剛剛的結果 雲端上其實也有 你們可以參考一下 畫面先還給各位 成績多重